好 再苦也不能苦到孩子 所以教育部预计最快下学期 就会在花莲跟台东 示范弱势生免费早餐 而光是台东地区 估计就有超过7000名学童 将因此受惠 行政院将补助经济弱势学童 免费吃营养早餐 不过以每餐40元 而预期一学年上课将近200天来计算 早餐经费将从960万大增到3000万 台东县府表示 和中央协调之后 决定先有地方店钱 那么估计有7200名孩童会因此受惠 不过花莲县府则表示 一切还在评估当中